台北市拥有专门为了通勤 而设置的自行车道 这样的空间其实是限缩了 既有的马路和停车格位才有的 目的就是希望民众 能够舍弃汽车 改骑自行车 让都市的交通更环保 随着交通运聚越来越多 现在使用这条自行车道的 也不再单单局限于自行车了 没有踏板的电动自行车 全电力骑行 移动不再是两个轮子的单车 其实在骑行的时候声音是不大 突然间的一个出现或是进行 其实我认为会对行人 走路的行人会有一个干扰 即造成不安全的一个情况 人车分流是单车族的天堂 但却不是这一群简探族的福音 因为法规要求这些电动载具 要退出人行道 这东西是安全的 你政府不推广 难道继续推摩托车 这是陈先生每天上班的代步工具 比起用两条推走路 这自由自在的滑行 完全不消耗体力 又满足了陈时中轻巧的移动需求 交通法规中电动自行车 和电动辅助自行车 都被归类为慢车 除了可骑上设有人车 共道标志的人行道 除此之外的斑马线 骑楼人行道统统不行 执法上还有尚未纳入慢车 处于更模糊地带的新兴载具 目前都没有带到可以显示道路 它只能适用在私人封闭场域 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代步 那我们就是真的是纯粹就是娱乐 所以我们也不会导断说一定要在马路上 所以电动载具的爱好者选择和平公园活动 头盔 护具 装备齐全 除了保护自己也特地开音乐 为的是提醒过路人 是啊 没错 电动载具在骑程的时候 它声音比较安静 那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个音响 对路人来讲也是有安全 因为使用者越来越多 交通部也逐步扩大管制 从电动自行车开始 无同学已经年满14岁 但还不到考照年龄 对他来说电动载具就是门槛较低的移动工具 我在玩无人机 但是无人机有限制飞行的区域 所以为了去可飞行的区域河滨公园 如果这个禁止了 我这个爱好活动什么都不能去了 固定的车具 车友们都很自制 希望不打扰用辱人 他们的共同希望 就是给使用者一个空间合法上路 因为发布禁令的地方越来越多 这里是台中台亚神绿源道 在入口处特别设置了 五种语言的告示牌 告诉大家进行电动自行车 如果违规闯入可是要罚款的 因为过去不少人骑着电动自行车 呼啸而过 他们有的就是操小路 就没有红绿灯 这里的用路人有跑步的 走路的 走路的尤其是走路的都是老人家 台湾仍然是一个以车为主的城市 电动载具为我们迈向更环保的交通 但也衍生出安全问题 开心上路 平安回家 不管哪一种交通工具 都是不便的道理 电动载具为我们迈向更环保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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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载具为我们运向更环保的交通工具 电动载具为我们运向更环保的交通工具